一次诺驾秀亮相公信部网站10月4日发布吗? 我们已经习惯了后置双摄手机 自从华为推出了后置三摄的P20 Pro手机以来 我们发现原来手机后面可以不止两个摄像头 诸多手机厂商也开始在后置摄像头数量上下功夫 最突出的要数诺基亚了 将配备5颗后置摄像头 现在有最新消息 第四诺加9通过了工信部的认证 近日一款形化为TA-1131的诺加行李现身工信部网站 该机的详细规则参数也得以确认 被认为就是此前课文当中的普上头新机6加9 根据网站显示的信息 该机采用6.20特级显示冰 对元率为2246×1080 搭载主频为2.2G克的发核心处理器 配备4GB或6GB的内存 和64GB或128GB存储 限出量为3400mAh 预装Android 8.1系统 作为传闻当中的5摄手机 该机的详细信息 尤其比例不目 据网站显示 该机上头组合为8万像素 该机的详细组合为8万像素 1200万加1300万 不上头的参数为8万2000万像素 这一表述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手机表述有所区别 因为目前还无法准确的解读这一参数的含义 不过更容易联想起与中不同的5摄手组合 101多摄手机 630万像素 105对塔帕手机 1070 107 157 13111 121 131 20131 121 131 111 131 158 1420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